好 曼陀螺吧 对 我也不是专家 但是我在用的部分我跟你讲 是 我平常在用的大概是两种用法 首先他就是不用电脑也可以弄 所以有纸张把它折成九宫格的样子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用电脑用Word也可以弄 那我平常用的两种 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发散思考 就是我把主题定在中间 然后呢 这你就会有八个格子 那八个格子就会需要去把它填满 那平常学生 比如说写作文或者叫他想一件事 他都没有头绪想不出来 但是一旦你有给他格子 他就会想得出来 这是大脑的神经机制 所以也是蛮神奇的 反正你就是要他去补那个空位 他就会有办法把那个空位给想出来的 那所以这个是强迫他创意的发散 所以第一种方式 我就是说至少他会用这种方式想出八个内容 然后在进阶的我当然就会用心智图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往下挖的那个叫垂直思考 所以比如说 我用实际的主题来讲 往下挖的方式是平常我们上课 如果在做专题课 就可能会这样做 那从那个设计思考的角度出发 我们就是从问题的角度出发 所以一开始我们也是会把题目定在中间 那一旦题目定在中间 就好像你把那个回家作业盯在墙上 或者是你每天早上起来 看一下你的 你的那个人生的标语一样 就会在你的脑海里面 那个主题就会一直挂在里面 所以当你去做其他的事 或者你去上课 在学校生活下课 这中间只要你的脑袋里面有这个主题 他就会随时去留意去发想 那这个也是后社认知的部分 那所以他就会去想这一件事情 或者你当做每个人作业 或者是说小组讨论其实都可以 他那个班级教学法的方法 你就自己去运用 那所以我们就比如说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来讨论国小教室闷热的问题 那他不管是一个人想 或者是跟伙伴一起想 或者是小组讨论 那他就会找出八种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解法 那根据这个解法呢 因为如果我们是要上电脑课 一定要找一个有可能在电脑课里面实作的 所以我下一个层次就会进到 这里面的某一个想法 我可能就会请他们想第二个阶段 用这一个比如说用这个想法来当做第二个阶段的 深入的思考 所以第二个阶段就会以刚刚那一个为主题 那以刚刚那个为主题 因为他已经进到那个解决问题的 实际的想法里面 所以他就要去改善那个 就是空气的循环系统 然后就会想出很多 可能是自然课学过的啦 或物理课学过 或者是那个什么资讯课学过的 这些系统就会被你想出来 那想出来由于我们是要上资讯课 所以我一样会是在里面挑 可能挑一两个 我们资讯课真正可以实作 那所以我可能就会挑这一个 因为这个是跟我们Arduino之类有关系的 那挑了这个之后就会再深入 把它当做下一个阶段的主题 那这时候就是针对这一个系统做设计 那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考虑八种不同的面向嘛 那反正就是你能想到的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教室自动温控系统 那我可能要考虑我是用哪一种板子 根据我的需求 他要不要物联网那个资料要不要传出去 要不要做统计 或者是就是单教室 教室自己单一作业不用传资料 那我选择的板子可能就会不一样 然后用到哪些感测器 然后我的硬体的接线 可能大概是怎么样的那个 方讯功能的方块图之类的 然后他的数据要怎么处理怎么分析 然后他的风扇洒水的系统怎么运作 那个流程系统配置甚至成本概算 或者是说其他的方块图之类的 就至少这里面会分析八种不同的内容 那这个是属于垂直思考的部分 所以一般我们在用新制图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这两种 第一种发散思考就是就类似这样子 反正你就把主题定出来 他们至少就要想出八个处理你这个主题的内容 不同的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再 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够 那个八个主题 你想出来这八个主题 这个主题还可以再做下一个阶段的延伸 同样这个主题也可以做下一个阶段的延伸 这个都是属于扩散性思考 那我们刚刚那个垂直思考就是只选其中一个 比如说费用这一个就深入到下一个阶段 然后这个又再选其中一个再深入到下一个阶段 这个就属于垂直思考的部分 所以大概用法我常用的是这两个 所以其实他简单来讲就是 因为新制图一开始比较没有格子 所以因此用曼陀罗的方式让他强迫去填满那八点 让他去有一个缩小版的新制图 我会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就是新制图是比较厉害的做法 然后所以我通常是第一次就是那个小朋友 如果都没有学过任何思考的方法的时候 我刚开始我会教曼陀罗 曼陀罗比较简单 然后他就是很傻瓜的你要想出八个 然后八个之后再想出八个 但是他就比较不会去 比较没有办法去全面的涵盖所需要的内容 但是新制图不一样 新制图就比较比较进阶 因为他就没有限制数量 所以我们通常在做新制图也是先发散思考 不管你想到什么 不管那个东西的内容是什么 我都先丢在第一层 然后第二次我会做分类 就是把你想到的这一堆东西 二三十个东西 然后我会依据我的题目的需求 或者属性 比如说如果我是要做一个作文的话 那我就会去作文 可能就会有继续文就会有起程转合 那我把起程转合四个节点定出来之后 我就可以把刚刚那想出来的二三十个 去做分类 把它丢进那四个属性里面 那分类一旦做完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你的结构 哪里不完整 哪里需要调整 然后再去做后续的处理 但是最起码这样子新制图的一个做法 它会比较全面 涵盖到全面的东西 那曼陀罗就不一定会涵盖到全面 除非你事先就把那个架构给定好 比如说你八个格子里面 你哪一个格子是要指定他 这个要想户 这个想会 这个想会 这个想号 这个想想什么 除非老师把方向先决定好 那不然的话 他想的有可能会是片面 懂 懂 了解 理解 理解 这样我知道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曼陀罗比较基础 新制图比较深入 了解 懂 因为我现在在找一个概念化的一个建构的一个 的一个学习法的内容 然后里面其中一点他有提到曼陀罗 我就想说 那大家之前在做的部分 那怎么去把它应用进去这样 对 OK 谢谢 感谢 懂了 你其实也是要看你的教学的对象 使用的对象